美德兄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看 冰凉又丝滑的冰淇淋在如印尼般的热带国家 是十分受大众喜爱的甜品之一 除了在超市里随处可见的大众化的品牌之外 雅加达还有着不少富有时代感的手工冰淇淋工坊 今天我们的记者将为您介绍两家拥有永久历史的冰淇淋店 一期期间他们的情况如何 一起来了解一下 位于雅加达北部的Espotar dan Escrime Brasil 是一个以拥有Rujac 黑糯米等特别口味冰淇淋 而闻名的家族式冰淇淋工坊 它成立于1968年 至今已传承至第三代 老板Lennie告诉我们 疫情初期曾出现过短暂的生意下滑的情况 那时人们相信食品在经过二次加热后 便能对病毒产生消沙功效 因此无法被加热的冰淇淋生意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不过随着社会活动限制令的放宽 冰淇淋生意开始回温 直至目前已不再对生意造成大幅影响 压力说到身为一届老品牌 多数顾客都为40岁以上人群 因此他认为应该要更加及时的开拓年轻市场 才能将品牌继续传承下去 另一家传奇冰淇淋品牌 Escream Baltic 自1939年起便在雅加达中部成立 至今已传至第二代 这家冰淇淋以拥有奶油般绵密的口感而闻名 虽然为了防疫至今不可堂食 但是在记者在店的一个小时半期间 陆陆续续有约十几名客人前来打包 据了解 其中最受欢迎的口味 非属1939年传承至今的经典黑糯米口味 在疫情初期的六个月 该店的营业额下降了近50% 不过随后便有了回升 截至目前已恢复正常 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两家拥有悠久历史的冰淇淋店在疫情期间依旧屹立不倒 虽然一开始他们受到了不少的打击 但是他们积极面对从不气馁 并秉承着用心做生意 以诚实的态度和好的质量 依旧捕获了不少顾客的心 店主们皆表示 将打算把品牌变得更加年轻化 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并打算把店面传承给下一代 美都新闻记者 Yen真林 文子晋在亚加大中区所做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由于支持者 杨栋梁